妈咪的海滩上处处是烟雨 只需一个眼神 这俩骑摩托艇的男女就好上了 女人表示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 两个人就只要你追我赶 缓缓经过了一道桥 女人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再一看 男人居然不见了 只剩他空置的摩托艇浮在了水中央 不多久 男人的尸体就被捞了上来 和他一起标题的女人叫做小姐 由于两个人才刚认识 他也不知道死者的名字 他甚至都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 男人究竟是怎么死的 摩托艇上被溅了好多血 男人死于颅脑损伤和鼎鼓骨折 如果他是被甩出去的 艇上不可能有这么多血 所以何书判断 男人是死在了摩托艇上 女法医在她的头发里 发现了一些碎石块 由此推测 命案来自头顶的桥梁 男人是死于高空坠物 通过走访 男人叫做吉姆 他因为涉毒蹲了八年的大牢 今天早上才刚刚释放 女法医瞬间了然于心 我就说嘛 难怪大清早就勾搭女人 艾瑞克在水里捞出了一块石板 石板碎成了两半 颜色欲似着 头发里的碎石块很相似 原来他是被这块石板给砸死的 扔得这么准 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去杀人 这是一块装修石板 后面还有用红色记号笔写下的文字 下面的取证工作进行的差不多了 小狼和维斯塔负责桥梁上的取证 凶手将那块差不多酒精中的石板 从栏杆扔了下去 小狼在凶手站过的地方 发现了一颗小药丸 药丸上有模糊不清的logo 于是小狼用仪器扫描了被俯石的表面 药片上的字母是WRK 这是死者八年前制作并销售的毒品 当年联邦药监局抓了死者 还收缴了市面上所有同一批号的药丸 按理说这些小药早就不存在了 难道死者刚出来又开始重造就业 当年负责这些案子的探员叫做老白 老白回忆 八年前 他轻舍将死者送进了监狱 还查封了他所有生产的小药 显然这八年的大牢 并没有让他学会改过自新 根据老白的经验 如果死者又开始重造就业 那么凶手很可能是他的老顾客 又或者是他的竞争对手 制度500克 八年就出狱了 换国内都个枪笔石毁了 警方根据石板上的文字 找到了生产商 由于石板的工艺比较复杂 卖的也很贵 所以生产的并不多 这批货全是一个叫做哈利伍德的人签收的 这个名字让所有人胡去一阵 因为他就是女法医的前夫 为什么他会牵扯进来 女法医还对此浑然不知 不过他很快就认出了前夫的字迹 前夫还特意在上面 标注了要将石板铺在家里的后院 女法医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不动神色 转身就给前夫打了个电话 编剧终于开始对女法医下手了 他这一整天都精神恍惚 忐忑地做着厌尸的工作 原来前夫一直都在外地出差 压根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么一来 嫌疑自然就落在了与父亲同住的儿子身上 几年不见 女法医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听个题 女法医是1957年生人 出演这期故事的时候已经51岁了 黑人的基因很强大 只要不发福 基本看不出实际年龄 言归正传 儿子布莱恩不学好 母亲的第一反应便是儿子杀死了鸡母 布莱恩就是他的朋友干的 对于这个说法 布莱恩自然不承认 听什么就觉得是我和我的朋友做的 难道就不能是外人偷走了石板吗 就在刚刚 何叔来到了他们家的院子 还捡走了一枚烟蒂 女法医只觉得浑身贪软 没想到何叔还是调查到了自己的头上 这枚烟蒂是对方石板的附近找到的 瓦伦娜检测了上面的DNA 锁定了一个叫做大黄的小伙子 大黄是布莱恩的损友 一个不学无数的坏小子 大黄回忆 由于布莱恩的父母常年不在家 于是自己经常会陪布莱恩一起玩耍 就这么将烟蒂留在了现场 他才16岁 却已经吃喝嫖赌称 样样精通 何叔怀疑是他趁着布莱恩不备 偷走了院子里的石板 然后跑去砸死了吉姆 更别说大黄有过拿石头砸窗户的案底 这货的准头高得吓人 大黄嚣张地回复道 我跟死者互不相识 如果兄弟是布莱恩家里拿的 那你该去审讯布莱恩啊 你找我干嘛 不多久 女法医再次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布莱恩战战轻轻地告诉母亲 他闯祸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女法医当即扔下工作 来到了儿子所在的仓库 她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声音和惨叫声在耳边回荡 女法医寻声望去 只见儿子的手中拿着带血的力气 大黄捂着肾血的腰子 痛苦到奄奄一息 布莱恩说自己什么都没做 就是看大黄被捅了 好心帮他把刀子拔出来罢了 我去 你是猪嘛 你不知道拔刀会死人的嘛 女法医来不及责怪 他慌忙俯下身来 帮大黄止血 妈妈是法医 这祸居然连这点尝试都没有 他让儿子乖乖上车等着 哪都别去 大黄的血总算是止住了 女法医慌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她被紧急送往医院 如果不是女法医 这祸已经死了 大黄是杀死吉姆的最大嫌疑人 艾瑞克一边聊着案情 一边捡起刀子 女法医知道事情瞒不住了 他请求艾瑞克手下留情 他儿子只是拔刀而已 什么都没做 就在刚刚 女法医叫儿子在车里等着自己 可以转眼 这熊孩子就不见了 从犯罪现场逃跑可不是小事啊 这熊孩子直接把自己做成了畏罪潜逃 艾瑞克也救不了他 刀柄上有布莱恩的指纹 女法医请求他不要将儿子的指纹入库 因为这样布莱恩 就会因为涉嫌谋杀留下案底 看在老同事的面子上 艾瑞克只能违反规定 委托维斯塔先为刀子做DNA检测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凶手的皮屑 两个人很忐忑 因为这可能让他们丢了工作 好在DNA比对结果不是布莱恩 而是开头与死者一起标挺的小姐 真不敢相信 小姐为什么要统一个16岁的孩子 原来小姐和死者吉姆 以及大黄都认识 吉姆是制药人 而大黄是负责兜售的混混 小姐说大黄收了自己的钱 却没有交货 小姐气不过便捅了大黄 小姐很霸气 对自上大黄的罪行共认不讳 却否认自己与吉姆的死有关 因为她也是刚刚与吉姆认识 两个人还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可除了小姐 还有谁有作案动机呢 就在此时 弗兰克接到电话 警方发现了布莱恩的踪迹 熊孩子拿着一个纸袋子 被盗来的警方吓得束手无策 何说让警方放下墙 别吓得孩子 小狼打开了纸袋子 我活 满满一大袋子的小药丸 这次连亲妈都保不住你了 这会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键她很讲义气 死活不肯说小药是哪来的 只说是受人之托 帮忙扔掉小药而已 这种小药还出现在了 吉姆被杀的现场 现在可不止你讲义气的时候 女法一起的恨不得 抽死这个熊孩子 她再次出面 请求何叔能给儿子一点时间 何叔的儿子也很混 没想到遇到一个更混的 整个小组都被熊孩子搞得焦头烂额 艾瑞克将装小药的塑料袋 放在了仪器里熏烤 上面浮现出了几枚指纹 女法一起提到了嗓子眼 如果指纹是布莱恩的 那么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 庆幸的是 指纹不是布莱恩的 而是来自八年前 亲手把死者抓进去的老白探员 老白说那批药是他亲自周角的 他为了调出毒贩子 曾将小药分装好 派发给不同的线人 所以袋子上有他的指纹很正常 毕竟有些毒贩会重复使用袋子 可这番解释太过牵强 何书不由对老白起了疑心 布莱恩依然坚守着可笑的兄弟一起 似乎不肯说出那批小药是哪来的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传了两起凶案的嫌疑人 如果不是亲妈挡在跟前 他早就被定罪了 你还不明白吗 你那所谓的兄弟 这拿你当替死鬼呢 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儿子终于供出 那批药是损友大黄的 是大黄叫他去仓库 等他到了仓库一看 大黄已经被人捧了 也是大黄叫他帮忙拔出了刀子 大黄吩咐布莱恩将那批小药处理掉 他便照做了 没想到就是这么倒霉 被警方人赃并获 布莱恩把大黄当兄弟 大黄却把这伙当傻子 他从布莱恩家的院子拿了一块石板 跑桥上砸死了习女 他就是想将这一切嫁祸给布莱恩 谁让这伙这么好骗呢 可他才16岁 又是从哪弄来这么多的小药 原来大黄和小姐在一个月前 因为涉毒被联邦要监局的老白抓了 为了不坐牢 他们俩只能当了老白的县人 而报酬就是那袋子小药 起初他们俩的任务 只是帮忙抓住那些药贩子 可没想到这县人当着当着就变了位 老白突然逼迫小姐和大黄 帮忙杀死吉姆 不然就让他们两个坐牢 于是小姐和大黄理应外合 小姐负责勾引吉姆 带着他穿过桥梁 大黄则是在桥上扔石板 因为他平时喜欢扔石头 所以准头一直不错 这也是他与神俱来的天赋 可惜没有遇到一个好伯乐加以培养 天赋全用在违法犯罪上了 对于大黄的指控 老白死活不认 两个瘾君子的话 怎么能当真呢 可没想到警方已经申请到了搜查令 他们在老白家搜到了好多小药丸 原来当年老白抓捕吉姆的时候 收缴了好几公斤的药丸 可他只上报了500克 剩下的全部死吞了 没想到八年之后 吉姆刚出狱 就威胁自己说要告发他 老白无奈 便利用植物之边 威胁肖姐和大黄 把吉姆给杀了 随后他又让肖姐 去仓库杀了大黄灭口 对于老白而言 这些毒虫压根就不能算是个人 只需支付一点小药 就能任你摆布 执法者变成了施暴者 这太可怕了 案件了解 这次的风波也让女法医 重新思考与子女间的关系 因为常年缺爱 布兰将感情寄托在了损友的身上 他常年忙于工作 甚至连最基本的拔刀 会造成大出血的常识 都没有交过儿子 好消息是 儿子被无罪释放 从今天开始 女法医获得了儿子的监护权 他不该将感情 都倾注在冷冰冰的尸体上 而是更应该关注身边的亲人 女法医辞掉了工作 核数有些伤感 不论核是核地 CSI的这扇大门 都会为他敞开 解剖完最后一具尸体 女法医换下了工作服 与老同事们挨个告别 她和小狼就像是亲姐弟一般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相互加油打气 在卡姐被冤枉的时候 也只有女法医站出来 用最温柔的语气安慰她 她和艾瑞克一起遭遇过森林大火 是艾瑞克在危急关头 救了她的命 大家都会记得 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 再见 艾里克斯 这是女法医的扮演者 凯蒂亚里山大 最后一次以常驻角色的身份 出演CSI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演员的合约到期 不想再续约了 不过自己离开也算有个善终 总比被编剧写死要好 后来艾里克斯当医生去了 以后会经常回来客串的 一个冷知识 凯蒂亚里山大 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剧演员 她曾与惠特尼·休斯顿合作 为她的国际巡演编舞 开头饰演小姐的 是美国演员凯瑟琳·莫宁 最让人熟知的角色 便是美剧拉子至上中的肖恩 也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姐 除了演戏 莫宁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 据说她和男女通知 曾与吸血鬼日记中的达蒙交往过 还与同样男女通知的 西部世界的女主 艾文·雷奇尔伍德谈过恋爱 不过两个人仅仅交往了几个月 就被传分手 生活中的莫宁低调�腆 但气质永远都是那么酷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